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安纳伯格庄园里面 只是穿着衬衫和休闲裤,三步,轻松交谈 习近平还和奥巴马分享了他年轻的时候下乡插队的经历 而奥巴马就分享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在夏威夷的时光 让对方更加贴切地认识彼此身处的国家 虽然两港并没有在高尔夫球场上挥干 但是体育依然是两国元首交流的话题之一 走累了,两个人还坐在奥巴马送给习近平的礼物 加州红叉树祭的木灯上面聊天 这款红叉树庙苗早在41年前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时候 就已经被作为礼物赠送给中方作为中美友谊的象征 而奥巴马赠送的这个红叉木灯 也希望表明中美两国可以坐在一起合作 同时奥巴马还特别会见了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 转交了米歇尔·奥巴马赐彭丽媛的一封欢迎信 内容是祝愿彭丽媛访美愉快 并且希望很快有机会可以访华和彭丽媛见面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当尼龙8号在媒体吹风会当中形容 这次的会晤积极而且富有建设性 内容广泛实现了会前的预期 谈到的问题几乎含蓋了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 包括了经济、安全、网络和朝鲜半岛局势等等 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会晤 习近平短短的三日访问期间 乔团冒着当地气温115华士道的情况之下 无时无刻地守在习近平居住的海月崩古门口 表示欢迎和支持 我们又是美国公民 我们又是中国人 所以我们特别希望中美两国能够建立很好的友谊 希望这两国的领导能够把中美两国的关系 能够各方面都能很好的有协商 我们希望这两国是一个共同合作双赢的这样一个伙伴 美国当地居民也都出动了全家的大势 在安纳伯格庄园外边守候 希望可以一倒两国元首的样貌 习近平在结束了对于登南尼达 多巴哥 哥斯达尼加 和墨西哥的国事访问之后 由墨西哥梅里达抵达到加利丰尼亚州 在停留了短短三日之后 在星期六下周离开了美国加州返程回国 天下卫视记者汪心仪 孟子民 采访报道 女生 男生 男生 女生 男生 男生